谁也没有想到 本拉登21年前写的一封信 告美国人民书 还能在今天突然爆火 新一轮的巴以冲突已经持续一个多月 最近本拉登的告美国人民书阅读量现在已经超过7亿次 尤其是美国网友格外震惊 本拉登在这封信中说明了自己攻击美国的动机 还猛烈抨击了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 指责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进行种族清洗 其中有一段指出西方对中东的政策是错误的 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长期压迫 西方都是罪魁祸首 而为了帮助以色列更好的侵略巴勒斯坦 西方还在不停地篡改历史 制造谎言 早些年 全球舆论受传统媒体掌控 美国是全球领导者 犹太人被描述成最值得同情的民族 当时这封信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 甚至根本不知道有本拉登这么一封信 但在眼前巴以冲突的背景下 这封信的病毒是传播 让新一代的美国年轻人 第一次有机会听到来自敌人的真实声音 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发现美国主流媒体和政客长期以来在故意误导他们 有人愤怒 有人羞愧 感觉自己生活在谎言中 也有一些美国年轻县民在阅读过这封信后感到大开眼界 表示自己再也不会以过去同样的方式看待地缘政治问题了 这种趋势引发政府担忧 官方认为受这封信影响的人可能会变得非常激进